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故旧不宜 则民不偷 君子赌于亲 则民兴于人 君子赌于亲 此处的君子 专止在位的人 《论语》这部书 是天子以智庶人都必须如此学 几例先至高位来说 做样子令人看 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 姚顺为什么好 他们认为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自己领导不好 若自己有罪 不要怪罪万方 与大家没关系 孔子的道 注重人 在上的人要百姓学人 就要在你身上做 对你的父母人 所谓孝涕也者 其为人之本语 先孝养你的父母 百姓并会兴起做仁德的事 在上位的人以身作者 先在自己身作 自己本身先作 不必欠人 先从自己做起 这是在上位的人 当领导的人 自己先作 无虽不行 习心行事不害人 但乌还是凡乎 义寡过而未能 你们见到乌好的可以学 不好的你们不可学 人辉甚弦 孰能无过 那么这一段 写入老人 他讲自己 他自己是凡乎 那凡乎呢 总是还有过失 那么给大家讲啊 我好的方面 你可以学 不好的你们不可以学 那么这次写入老人啊 也是一个谦虚的话 那么也是一个实际上的话 我们凡乎不是圣贤 怎么会没有过失 那总是见 好的学习 不好的不学 这个原则就对了 顾旧不宜 责民不偷 偷 这个偷 是科博的意思 若要人都能厚道 应顾旧不宜 你的亲戚朋友 你不能忘 例如元朗 是孔子的老朋友 学另一派的人 元朗的母亲死了 孔子送一句棺果 元朗却跳到棺果上 唱歌赞叹 孔子的弟子 不以为难 因为元朗 那怎么这样呢 孔子说 亲则不失其为亲 故则不失其为故 他虽然是讲 事法以外的学问 属于长举派的 就是比较 讲啊 事间 法以外的学问 那么这是属于长举派 所以元朗长举 也是当时的 事法以外 有学问的 隐士 却不是坏人 他们不是坏人 如此唱歌 那是表示对他母亲的死 有他的用意 表示还没有断除 对父母的孝心 他既然没有断除孝心 所以我也不能割断 与他的故旧有余 那么这是孔子的后 那么孔子跟他 他们是这个讲 事法 事间法以外的学问 那孔子啊 他是入室 以入室为主 这个只是 学的 不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但是啊 这个 故交 这个 旧的交情 还是在 所以也不能 跟他割断 这个 故旧 这个友谊 只是他学的啊 学问不同而已 当领袖 时 对 故旧 能够不忘 百姓 就 渐渐 厚道 就当领袖 现在 讲 当领导 对这个 故旧 这个旧的 这个人啊 你能够 不忘了 那这个百姓啊 渐渐啊 就厚道了 就会笑话 学习了 你们学着 笑父母 对朋友 加厚 大家就会改变 就是我们学习啊 首先 校养父母 对朋友啊 加厚 大家就会改变 也有一些人 不变的 那就是 不屑 教诲的人 当然 有一些人啊 他是 还 还不会改变 那么 有人 就会改变了 所以当领导的人啊 自己带头 先做 那么这张书 讲的就是 不忘顾旧啦 那么对于 父母亲 孝顺 这是人的根本 所以当领导的人啊 自己要 孝养父母 那百姓 就会 笑话 做 起人的的事情 所以在上位的人啊 以身作则 自己先做 人民啊 就会来 学习 笑话 这样啊 这个 人民 都会学人 也学不科薄啦 有厚道啦 好 今天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 好